中央空调系统的优质工序 把水的温度降低到摄氏6至7度后形成冷水 或者通过炙热机把水温提升到大约摄氏80度左右后形成热水 再经过水泵和水管网络将水循环传送到室内的空调风机处 在这里经过过滤后的空气和温水就会产生热能交换 制成冷风或者暖风 再经过风管传送到室内的各个地方 整个系统需要配合自动化的操控及监测系统 同时应应室内的环境要求 系统会自动调节机组的运作 以维持舒适的需求 同时达到节能的效果 至于通风系统呢 它就是利用风机或者是空调风机 经风管和风嘴 把新鲜的室外空气抽进室内 同时将室内的空气排出室外 以维持特定的换气要求 要做到优质的空调系统安装 就一定要由正确的基本工序开始 整个安装工程必须雇用符合资格的冷气工程程建商来做 首先冷气管工要备齐机电工程顾问批准的施工图纸 其中包括平面图 结构图 天花图 机电设备综合图 同时还要根据施工章程来制定一份 空调及通风装置施工程序建议书 即Purpose Math Statement 上面列明施工方法 材料种类 以及验收标准等等 不用说 所有的材料当然就要经机电工程顾问批准后才能用了 当材料运到工地之后 冷气管工就要根据批准的资料互相核对 如果发具有不符合要求的话 就必须将材料运离地盘 细心点当然好了 之后就要将材料分门别类地储存在合适而又干爽的地方 在做任何安装之前 冷气管工一定要检查清楚施工的地方 是否被其足够的水平抹现 混凝土基础已按要求做好 同时要尽早和总承建商及各行的承建商相互配合 安排好施工细节 没错 就先从冷水系统讲起吧 一般较常用的制冷机 其来有水冷室和风冷室两大类 水冷室制冷机组合 除了制冷主机以外 还要配合水塔或者水热能交换器的运作 来散走制冷时所产生的余热 而风冷室制冷机是令户外空气作为散热媒体的 所以无需另配额外的散热装置 现在就用风冷室制冷机的安装为例 讲解它的主要安装工序吧 首先冷气管工安排起重装置 将制冷水机调运到临时支架上 以便安装避震设备 然后把机身慢慢放下 记住要校正避震弹簧的高低位置 来确保它的避震功能没有问题 那才行 之后呢 再检查机身的表面 各部分的仪器 管道的连接口 电气设备等等 有无损快 有问题 就要立刻通知供应商来维修或者更换 而其他冷水系统的组件 在未做好接拨前 一定要做好机身的保护工作